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会继续讲我们的系列 就是讲为什么维他命C 在每个家庭都应该是家居必备的宝贝 如果大家错过了之前的视频 记得点击下面的铃铛 去看之前的视频 如果大家还未订阅 记得快点点点击下面的 红色订阅的按钮 和点击的小铃铛 接下来我们的系列 有什么新的视频 大家都会看到 接下来讲的事情 我相信不是很多人知道 就是原来维他命C 对于过敏 是有很明显的帮助的 有很多人都被困扰 包括被敏感 包括对花粉 有些人去买一些食物 一吃了之后 很大件事 它会红肿 会痕 整个身体很不舒服 甚至有些严重的 会呼吸困难 有生命危险 但是原来维他命C 如何去帮助它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研究 显示 就是一批的朋友 给他每天吃2000mg 2000个毫克的维他命C 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身体里面的一件事 叫做Histamine Histamine 这种化学物质 就会大幅降低40% 那这个Histamine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当我们免疫系统 发挥作用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或者制造 这些Histamine 因为健康降低 敏感或者过敏 带来的症状 说到过敏 就一定要提到酵喘 维他命C 一样有帮助 其实酵喘就等于 比较严重的一种 过敏的反应 这个大家都知道 如果严重起来 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 这个病 发现也不只是过敏的问题 也有牵涉到 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吃了维他命C之后 它会帮助 无论是减低 酵喘发作的时候 那个严重的程度 甚至有些研究 显示 长期有足够的 维他命C的身体的话 是大幅降低 你患酵喘的机会 即是有危险的 我们建议 读读读读过敏或者酵喘 我们建议大家 成年人 每天有1000-2000mg 一至两茶匙 我们的Person C 即是我们一直说的 现在新的科技 做的Liposoma 维他命C 但如果真的发病了的时候 已经开始有症状 已经呼吸气速等等 我们建议大家 立刻加强分量 去到Double 去到2000-4000 分到两次吃 相信会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跟大家说 我们会有说15种维他命C 如何帮助我们的身体 今次就先说到这么多 下一次我们继续说 如果大家还未订阅 快点按这个按钮 如果大家对我们经常提到 Person C Liposoma的维他命C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点击在下面的连续 无论香港或者海外地区 都会有资料如何买到 好吗? 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人类 随着年龄增长的时候 制造胶原蛋白的能力 是一直降低的 由20多岁开始降低 每年降低100% 直到特别女士 去到更年期的时候 最初五年已经降低了30% 所以降低很快 所以你看到 老人家和嬰儿相差很远 1.0和0.2的分别 但是加了维他命C 打了之后 製造胶原本6.2 之后12.4 直接足足两倍 请不吝点赞